有關係 我認為 我們今天 來討論這個 轉型正義的 相關的條例不恰當 第一個 大家看一下 轉型正義條例 它的立法目的要做什麼 其中一點 最重要一點 它要建立長期台灣 的和平穩定的社會 它的立法目的是這樣 提出來轉型正義 可以達到這樣嗎 讓台灣 社會跟長期和平穩定嗎 從今天的第一天 我們看出來就 它達不到它的想要 立法的目的 今天你看多少正義 一第一天就開始正義了 所以轉型正義變成什麼 轉型正義 就已經開始正義了 第一天就開始 往後 沒完沒了 你說它 要達到它的 讓台灣社會 長期 穩定和平嗎 達不到 第二點 我的程序發言 我認為它的名稱 就不對了 正義 轉型正義 這個有高度的政治判斷 隱含的用字 就是針對不正義 所以才有轉型正義 我們看一下它裡面涵蓋的時間 民國34年 到民國80年這期間 針對 不是特定事情 是任何事情 我請教大家 民國34年到民國84年 動員看亂時期之前的這段時間 我們就以蔣經國執政的時候 評價各有不同 當然也發生了美麗島事件 在那個時候 但是也做了十大建設 大家可以有各自對它不同的評價 你不應該把它涵蓋 34年到80年 通通叫做不正義 我的具體建議 名稱已經不對了 我們應該要像228處理的方式一樣 針對事情 而不是籠統的政治隱含 整個政黨 國民黨就是不正義 整個時代 民國34年到民國84年 通通不正義 這樣子的政治高度隱含 非常不恰當 只會造成台灣社會 能夠更穩定 更和諧嗎 這個誰會相信 這樣的做法 會讓台灣更和諧更穩定 謝謝 謝謝林維州委員 接下來請許玉仁委員 主席 關於這次的轉型正義的條例 我個人看來是非常心動 非常心痛 心痛 發言不標準 我覺得轉型正義非常的需要 對一個新世代的台灣人來說 我以一個 一個 所以